哈哈兄弟们汽车圈的金九银石已经到来了 但是该建还得建啊 以下这四款暴跌王可以说非常的值得入手 以为他们本身的优惠力度就特别的大 再加上现在汽车市场不景气 所以也是选择了一将再将 特别是第三款合资B级车 现在已经跌至12万多 并且和奥迪A6L使用的都是同款三大件 但是在价格方面却要比A6L便宜20多万 这样的性价比 它不是天花板 谁是天花板呀 第一款日产天籁 现如今这款车它的优惠力度也是特别的大 起售价179800到269800 部分地区中单优惠是在4万左右 它的入门级车型现在只需要14万多就可以入手了 而它也是有2.0升自然吸气和2.0T版本供消费者选择 马力能够爆发出156匹和243匹 而它卖的最好的版本就是2.0升版本 匹配CVT变速箱 马力能够爆发出156匹 整体的驾驶感受还是非常的棒 再加上隔音性能也是比较好 车内的舒适度也是非常的高 特别是在座椅方面称之为移动的大沙发 同级别车型无车能够以致匹敌 这款车长度达到了4米901 轴距2米825 空间方面表现可以说同级别的佼佼者 如果说你对动力有着较高的需求 那碗它的2.0T版本能够充分满足你对速度与激情的需求 匹配CVT模拟8档变速箱 马力能够爆发出243匹 扭矩能够达到371牛米 0百加速只需8秒左右 油耗更是能够低至6.6升 可以这样说 这款车的技术确实是非常的牛啊 对此你会花14万多考虑车款车吗 第二款别克军威 指导价19万6800到24万9800 终端优惠是在5万左右 它的入门级车型现在只需要13万多就可以入手了 旗下有三款车型在售 分别是1.5T、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虽然它的入门级是1.5T的 但是却匹配的是9AT变速箱 马力能够爆发出169匹 0百加速只需9秒左右 动力响应还是非常的迅猛 加速也是非常的给力 百公里的油耗也是低至6.3个 最重要的就是现如今15万多就能够落地 无论是在动力、空间、价位等方面 它都是能够被我们消费者所接受的 此外它的2.0T版本车型也是配备了9AT变速箱 百公里的油耗是在6.6个 动力方面虽然比1.5T的强 但是在价格却要贵出了不少 4米913的车长 2米89的轴距 空间方面表现绝对是在同级别能够脱颖而出的 所以说趁着现在目前优惠幅度比较大 能入手还是赶紧入手吧 第三款雪佛兰麦尼宝XL 我们也可以把这款车看作为均威的换可车型 三大件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并且在价格方面这款车则是更加的良心 起售价是75,900到219,900 部分地区中等优惠是在4万多 它的入门级车型现在只需要12万多就可以入手了 匹配的是1.5T加9AT的动力组合 相比别克均威整整便宜了1万多呀 只不过没有均威开出去有面子而已 而这款车也是有2.0T的版本 优惠完以后只需要15万多 在性价比方面肯定要比均威高 毕竟它的三大件都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说你想开出去有面子的话 那么你就选择均威没有错 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的话 那么雪佛兰因是可以的 而它4米933的车长 2米89的轴距 外观方面则是显得非常的时尚 车内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对此你会怎么选择呢 第四款大众帕萨特 起售价18,900到252,900 部分地区现在只需要14万多就可以入手了 中端优惠是在37,000左右 同样它也是有1.4T版本和2.0T版本供消费者选择 只不过在之前的碰撞测试中没有及格 导致了现在销量大幅度下滑 优惠力度也是特别的大 而这款车性价比最高的版本就是它的380 并没有安装颗粒捕捉器 并且马力也是能够爆发出220匹 0百加速只需7.4秒 油耗更是低至6.7升 行车感受可以说非常的棒 车内的舒适度也是非常的不错 现在优惠完以后只需要20万左右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要知道这款车开出去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再加上车内超大的空间 外观也是年轻时尚运动化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它4米948的车长 2米871的轴距 空间方面相比同级别车型 它也是属于佼佼着的存在 相比奥迪A6更是丝毫不落下风 更何况它和奥迪A6使用的是同款三大件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这四款合资并起车 现在优惠力度特别的大 并且质量可靠 空间宽敞 性价比高 如果是你 你会购买哪一台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